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七情六欲 所谓的七情指的是人的七种情绪 喜怒忧思悲恐惊 皇帝内经说这七种的情绪 如果太过于激烈 就会导致我们阴阳失调 气血不合 甚至会引发各种脏腑的疾病 例如怒伤肝 正常的怒气可以透过宣泄 达到平衡 可是如果缺乏宣泄的管道 那我们就很容易伤到肝 伤到气血 就如同中医所讲的肝瘀 不但会让人的心烦气躁 会头痛 会影响失眠 还会引发消化系统的不良 甚至胆结石 如果女生就很容易会有乳腺增生 或者月经不调 老师现在要来教大家 散怒气法 首先两脚张开与肩同宽 将我们两手合并 做一个捞气式 将气灌入我们肋骨的最下方 拍七次 同时嘴巴要有气出来 哈的声音 我们一起来练 接着用我们的手掌 在胸斜两侧向下画 做七次 做七次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再多做一次 左拍的动作 记得嘴巴要微开 有哈气出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两脚合并 手握拳 十 五 三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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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